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现在是我过去32年从军生涯当中最有挑战性的时期 他说在日本来看 日本就像波兰 菲律宾就像罗马尼亚 那么中国是谁 中国就是俄罗斯 台湾是谁 台湾就是乌克兰 他说由于中国的侵略性 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根基已经改变了 他说现在和未来的焦点 对他来说就是保护日本的主权 日本主权的最大威胁是中国 就是解放军 这就是驻日美军的观点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典型 因为这个例子也是刚刚发生 这个里面穿透了两个地缘政治的基本事实 这件事情有两个基本事实 穿透两个事实 第一个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是当代国际关系和联合国宪章都不允许的 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既定秩序和规则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是第一件事 我讲的是基本事实 第二个 中国正在对台湾发出武力威胁 那么虽然语言上叫主国统一实际上就是武力攻击 你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这种行为本身 不具有法理和道德的基础 所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那么中共建立起一道屏障 阻隔中国人获得外部的信息 那么获得外部的信息 阻隔中国人获得外部的观点和思想 最终达到的目的是洗脑 洗脑的效果 洗脑的效果是什么 洗脑的效果就是让所有人自动站队 都不含口号就自动站队 站在中国的立场 支持中共的所有的政治进程 所以在这场庞大的洗脑工程当中 中国人面临的空 这个面临的这个困境是什么 面临的困境 第一个是无法获得真实全面的信息 你没办法获得真实和全面的信息 你就无法掌握基本事实 因为中共掌握的媒体系统 它不是一家媒体 是整个的媒体系统 它在不断的扭曲这个事实本身 你比如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共的媒体把他的责任推到西方 说因为是北约东扩 这根本就是bullshit 基本事实 这里面就是北约东扩导致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这是基本事实的错误和逻辑的错误 如果北约东扩你不高兴 你就打不北约 你为什么打一个不是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呢 这逻辑错误 所以比如说 再比如说 中共所谓的统一台湾 它具有天然的权利 这是不存在的 主国统一是民心所向 但隐含都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代表中国 这是不存在的 海峡两岸 存在两个处于分制状态的政治实体 一个是中华民国 它成立于1912年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它成立于1949年 双方曾经处于交战状态 现在双方也没有签订和平协定 理论上来说 交战状态是持续的 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成员国 中共说它代表中国 中国这个名词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叫中国 当然还有一个文化上的中国 或者意识形态上的中国 中共说代表中国 这个中国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不是中华民国 它既不是文化上的中国 也不是法统上的中国 从法统上来说 中共是叛乱 它是叛乱 然后占领了大陆而已 不能因为你面积大 所以你就正统 不是的 除非你占领全部地方全境 但问题是你没有 所以你要面对政治的现实 就是双方分治 你是不是可以说 说我当初没有占领 我现在重新去占领 可不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重新去占领 你就要重新回到交战状态才行 如果你要重新回到交战状态的话 那你就是叛军 如果你是叛军 你就不应该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你现在的待遇 你现在的国际 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没有了 没有 就是其他国家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待你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的地位 是基于什么 基于二战之后 形成的既定的国际的版图和国际的秩序 你要遵守这个政治现实 你要承认这个政治现实 你当初也是答应了 否则你不可能逆袭中华民国的席位 所以你现在说我要重新占领行不行 当然不行 你穿透了这两个基本事实之后 你再回过头来看 驻日美军的观点 你就会觉得这完全不一样 你看乌克兰战争当中波兰是什么 波兰是一个存亡齿寒的邻国 只要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 它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 所以波兰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乌克兰 日本就是 如果想要你 如果想要你 像我 占领了台湾 那下一个目标就是日本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日本 会像波兰那样支持台湾 像波兰支持乌克兰那样支持台湾 这就是现在日本的态度 所以你要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 你想一下 那有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日本要支持 是支持台湾 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会是下一个会是日本 你可以看一下 中国每天都在宣传一个口号 讲中国是一个和平谦让的国家 但是中国媒体 中国官方媒体 从来不报道 解放军对周边国家的各种洗扰和压制 解放军 如果你看我们的节目 你知道解放军洗扰的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菲律宾 包括印度 包括日本 包括台湾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除了俄罗斯以外 解放军基本上是全方位的出击 这些信息在中国官方媒体全部被屏蔽 所以中国人是无法理解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 无法理解的原因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些信息 尤其是日本 尤其是韩国 韩国你看一下 中国在后面支持的朝鲜每天在干些什么 这就是地缘政治发展的逻辑和过程 中共的媒体扭曲了乌克兰战争的基本事实 也扭曲了两岸关系 所以这种扭曲的立场 通过这种扭曲的立场 进行的新闻报道和分析 当然他的结论也是扭曲的 所以中国大陆的观众 理所当然的无法理解 这个沃威尔少将的观点 我刚才讲的就是把这个观点拆开来 再讲后面的基本事实 你才能理解沃威尔少将 他的观点是怎么来的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 中共的媒体 一直把俄罗斯称作为战斗的民主 所以这个背后是什么 背后当然是对普京的塑造 那么于是在中国的网络上 又出现了一群哈俄人群 哈俄人群老实讲 我认为哈俄人群 有一半是网信办的营造 另外一半是什么 另外一半是习近平这辈人 这辈中国人的苏联情节的投射 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 就出现成为了哈韩人群 俄罗斯作为斯拉夫民族的一支 他其实一直在被西方歧视 他也属于受压迫的民族 这是俄国痴迷土地的原因 他就通过扩张领土 来实现这种自卑心理的满足感 那如果把俄罗斯称之为战斗的民族 除了形容它的粗野之外 我看没有任何的奖励的地方 过去一百年 俄国的对外战争就没有赢过 二战的胜利根本不是苏联的胜利 那根本是盟国的胜利 没有美国的权力支援 俄国现在的官方语言应该是德语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今天花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一百年 俄国对外战争的战绩 先说第一个战争 我们最熟悉的日俄战争 1904年 地点是中国的东北 你看你现在看到 所有的简体字讲 日俄战争都是日本跟俄罗斯 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 这就是中共编造的谎言 就中共把整个的历史 中国史跟世界史都重新写了一遍 这就是中共编造的谎言 实际的情况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伊和团运动 伊和团运动之后 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 俄国就趁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 知道吗 这就是俄罗斯干的事情 俄罗斯占领了中国东北之后 这个伊和团运动平息之后 清政府回来了 回到北京 开始清理满地的瓦砾的时候 一看 这个俄国占领的东北 那就请你回去吧 我们现在世界已经平了 我该赔钱赔钱 俄军不肯走 俄军不肯走怎么办呢 满清政府就找谁呢 就找日本 请你帮我劝他走吧 就是请日本人赶他走 就双方就开始在 这就是日俄战争的起因 就是在这里 日本是帮清政府打仗 日俄战争是清政府 清政府请日本 帮他打仗 把俄军赶 俄罗斯赶走 这场仗是怎么打的 俄国投入的兵力是120万 那么日本投入兵力是109万 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俄军被俄是27万人对马海战 俄罗斯的海军完败完败损失的战舰98艘 那么日本伤亡是27万损失的船舰是91艘 结果是俄军战败退出东北 这就是日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就更不要讲了 俄军400万有400万人投降 没场仗 至少有10万人投降 没打一仗就10万人投降 这就是战斗的民族打第一仗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第一仗 俄军的第一集团军入侵东普鲁士 就是德国 德军派鲁道夫 鲁登道夫部队迎战 当时俄军有多少人 俄军的人数是德军的5倍 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俄军伤亡25万 被俘9万将近10万人 德军是伤亡37000人 结果德军是被歼灭 整体歼灭 所以一战结束 沙皇俄国灭亡 苏联诞生 祸害全世界 这是一个 然后就是苏联入侵波兰 1919年2月 到1921年的3月 苏联想拿下 想拿下攻占波兰 最后打到什么 最后刚开始打的 苏联打得还挺顺利 打到了波兰 波兰战予 波兰就开始打到华沙 打到华沙 波兰反攻 波兰反攻最后是什么 最后是停战 双方停战 波兰是伤亡了10万人 苏军是伤亡30万人 这是叫苏波战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跟日本打一场 叫苏日诺门坎战役 苏门诺日坎战役 这场仗是39年打的 苏军投入了7万兵力 日军投入了25000人 日军是守防守 苏军是进攻 日军其实他25000人都是 都是一些守备的士团 不是主力战 是主力部队 苏军当时有500多辆坦克 结果损失了280多辆坦克 飞机500架 损失了207架 最后呢 总共苏军攻 总共阵亡失踪了10万人 受伤了15000人 日军是阵亡了8000 苏军是阵亡了9000人 将近1万人 日军是阵亡加失踪是8400人 受伤是8000人 这场战役之后 苏联宣传他赢了 赢了 但是最后他承认 他选择承认什么 承认满洲国 还跟日本签和平协议 这就是苏联 这是跟日本再打一仗 最可耻的就是苏芬战争 还是39年 准备吞并芬兰 芬兰 芬兰只有人口400万 400万人口 苏联出动了30万的兵力 30万的军队 打400万人口的一个国家 出动了1000辆坦克 芬兰没有坦克 只有100门反坦克炮 打了4个月 苏军没办法占领芬兰 芬兰是伤亡7万人 苏军伤亡多少 50万以上 这就是苏军 战斗的民族 打成这样 二十世界大战 二十世界大战 基辅会战 打基辅 基辅会战 苏军减员70万 35万被俘 一胀下来35万被俘 扩尔斯克 扩尔斯克更惨 苏军阵亡68万 失踪12万 负伤183万 作战部队 三个月不到 作战部队减员1% 德军是阵亡是25万 负伤是75万 失踪5万 扩尔斯克最终是苏军赢了 但是这种赢法 整个的二战 苏军有2200万军队 检员 检员是1200万 占52.2% 平民有1800万死亡 平民死亡 美军检员多少 苏军检员了52.2% 美军检员7.6% 英军检员10.3% 这你就知道这个部队是不一样的 中国抗战 600万军队 检员317万 检员52.8% 比苏军少0% 你要知道中国的抗战 比苏联长得多 而且中国那个时候的装备和苏联根本没办法比 就是你的对手不一样 中国的对手是日本 苏联的对手 你看一下打成这样 这是二战 阿富汗战争 入侵阿富汗 投入兵力150万 阿富汗只有国民军10万人 很快瓦解 然后剩下的就是反抗军 苏军在阿富汗损失了2675架飞机 其中作战飞机损失了114架战斗机 333架直升机 武装直升机 苏军损失了147架坦克 4名将军 5万人的伤亡 阿富汗没有战斗机 没有坦克 伤亡是130万 绝大部分是平民 阿富汗战争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这就是所谓的战斗民族的战绩 光荣吗 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会拿出来炫耀 那中国人羡慕啥呢 上星期我在推特上看了一个帖子 这帖子这么说 他说作为老百姓 我们只想一个能够有正常思维的社会 那么现在到处都是一股风的 搞什么退林还耕 如果是正常的可耕种的原耕地 退林还耕还可以理解 他说有些地方本来就是山地 坡度很大 土地没有匪力 根本不适合种粮 树林一旦被砍伐 泥土松动 下几场雨就会引发泥石流 造成人为地质灾害 这么明显的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干预 他说我们的专家去哪里了 我们的官媒在干什么 我们的焦点访谈干什么去了 他说大批果园被毁 水果的价格涨到天上去 大量的鱼塘被填 吃鱼也快成吃不起了 大批的森林被破坏 这样下去 今年夏天 到处都是地质灾害 还能有什么 中国人都睡着了吗 官方媒体在干什么 官方媒体在讲粮食安全 没有人讲这个问题 这个帖子是中国社会里 非常微弱的声音 也是这个帖子 促使我做了习近平的 绿水青山烂尾的专题 这是一个 我拿它来对比的另外一个帖子 另外一条新闻 是江苏省委书记叫姓长新 姓长新开个全省干部大会 主题是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新闻报道说 说这个姓长新在这个 全省干部大会上 语重心长的讲 说他语重心长的讲 他说到这些年大家都在 坚持不懈的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 那么学习习近平思想 要入脑入心 赌性赌行 然后他还连问了三个是不是 你说你是不是真正 真正的如饥似渴的学 是不是真正的用心思考和体悟 是不是真正的像当年高考考研那样 下过真功夫 硬功夫 这个话说 我看完之后 我鸡皮疙瘩掉地 我不知道姓长新 在讲这番话的时候 他心里是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 现场的那些干部是怎么想 时间已经来到了21世纪 距离文革已经过去了50多年 中共还在用文革那套东西 来洗脑 当然我认为 姓长新这就是演 演戏的演 演给谁看 也给习近平看 当然他也是演给干部看 为什么 因为他要干部也要这样演 他这么演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干部也这么演 那么干部去演的目的是什么 干部去演的目的是让群众也要演 信不信没关系 文革时代就是这样 你不用相信都没关系 你只要演就行了 全社会都在演 文革持续了多长时间 文革持续了十年 如果毛泽东不死 还会持续下去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演 演是什么 演会影响所有人的心智 中共每一个高官明明知道 这些行为 讲的这些话 幼稚愚蠢肉麻 但是他继续做 为什么 因为这是演的一部分 演是为了什么 演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演的终极目标是把中共的那些 又疯狂又野蛮的政策行为 合理化 只有大家一起演 那些疯狂的行为 才会变得合理 所以中共的洗脑工程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拦截系统 拦截系统把所有的外部信息拦截 你比如说防火墙 防火墙的任务就是一个 就是一件事就拦截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叫编造与谎言 编造谎言 无中生有的编造谎言 把各种各样的谎言 无中生有的编造出来 这种虚假信息强化什么 强化这种主体意识 谁是主体 中共是主体 要把中共的这种意志 放到这些无中生有的故事当中去 强化大家 这是我们从文革到现在看到无数这种谎言 这是第二什么张海迪 这都是谎言 这是第三 扭曲是最平坦的 用的最多的手段 扭曲 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扭曲 扭曲分两种 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对事件 对事实进行加工 把这个事件改造 编造成为一个 符合他的宣传系统 需要的样子 这是一种扭曲 还有扭曲 对这个事件进行解读和诠释 这是第二部分 他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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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曲有两个 一个是改变事实 一个就是对他进行宣传性的解读和诠释 所以为了保证这个洗脑工程的有效性 就要阻断 最终要阻断中国人民和外界的接触 上他属于真空状态 阻止中国人以外界对话 特别是那些 这个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 香港台湾海外的中国人 讲中文的中国人进行对话 为什么 因为你才能够 这才能顺畅 中国人跟中国人之间讲的顺畅 所以呢就结果出现的是一个平行的宇宙 墙里的中国人 对世界的看法 是被中共控制的 然后墙外的中国其他的人不一定是中国人 墙外的其他人 那对世界的看法千奇百怪 那么最新的发展是什么 最新的发展是大外宣把手伸在墙外去 伸在墙外去搞很多的大V啊 各种各样的 就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为什么要伸到墙外去 伸到墙外就是在你的心里住墙 心里住墙 目的是什么 让你自己过滤 所谓的有害信息 清华大学政治学的讲师吴强 他是原来是清华大学讲师吴强 吴强他形容的很好 他说这是一种审查机制 他这种审查机制慢慢起来 慢慢建墙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的Z世代 进入中学开始上网的时候 Z世代 那么这段时间正好是他们个人发展的关键 阶段 他们就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他们对互联网价值观 过去五六七八年的时间已经被固化 你要知道现在的社会化 一个人成长 一个人的成长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那么社会化的过程 其实现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互联网 你原来是家长学校 大众媒体 现在就是互联网 那你现在从很多方面来看 这个防火墙 把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离的方式 本质上是什么 本质就是柏林墙 本质就是柏林墙 那现在有一个不安的趋势正在发生 就是中国和西方世界的脱钩 那么这种脱钩 让中国对外的 就是他变成双向模糊 双向不透明 双向不透明 在疫情之前 外国的学者 在中国考察 越来越困难 原来是可以的 越来越难 牛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 叫Rena Mehta 他说2010年代 就是2000年前后 往后走了一段时间 他说他们西方的学者 到中国实地考察 做了一些特别好的研究 他说如果这件事情放到今天 是不可能完成 现在外国的研究人员很难 到中国实地考察 那么外国也很难查阅 政府的档案 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这疫情关闭了三年的边境 这件事情就更加糟糕 很多的研究项目被暂停 外国留学生 也没办法去中国学习 十年前 美国有15000个留学生 美国的留学生 在中国留学 15000 2020年到2021年 剩下了382人 惊人吗 疫情结束 估计人数会上升一点 但是已经不可能 回到1万人以上 这1000人以上都很难 而且中国的大学 也越来越不希望 他们的教职工 跟外国学者合作 2021年 北大国际关系学的教授 贾庆国说 他说他们见外国人 要事先申请 而且不能单独会面 你见完之后还写报告 这什么 这不就文革吗 文革不就这样吗 那现在不仅仅是 外国学者 访问中国的问题 中国学者访问外国 也更困难 特别是美国 2018年 有2万 有2万个 就是美国大使馆 批了2万个研究签证 批给中国人 2万个 多少 不到4000 不到4000 那么访问中国减少 外国学者 开始越来越依赖 这个在线的数据库 中国访问 美国也越来越困难 都越来越困难 大家记得 中国有个网 有个网站叫知网 知网很重要 它是中国这个知识 叫国家知识基础设施 95%的期刊 上面都在上面 那么知网呢 4月1号宣布停止 一些数据库 给外国的用户使用 知网说是因为监管机构 正在进行内容审查 那基本上 中国的学术文章 95%在知网上 还有官方很多官方资料 都在知网上 那么你想一下 如果他慢慢的减少数据库开放的话 意味着什么 其实本来这期刊 已经严格审查过了 现在还不放心 还不给你看 这是一个知网 你可以看到它越来越少 开放的这个数据库越来越少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中国裁判文书网 中国裁判文书网 是中国最完整的法律档案 法律案件的这个数据库 他是2013年开放 好现在很多很多的 这个判决书已经不上 不上去了 已经不公开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人现在面对的局面是 第一个 洗脑工程扭曲中国人 看到世界的样子 先是扭曲中国人看到世界的样子 同时也扭曲 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和观点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由于中国跟世界在脱钩 它不仅扭曲中国人接触到的外部世界 也扭曲 外部世界接触到的中国 你比如说像什么 像中国对外公布的这个 国家统计去公布的这个经济数据 他就扭曲他造假 非常典型 他就扭曲外界对他的看法 那你基本上双向扭曲 那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跟世界外部世界的联系就越来越困难 所以双方看待对方会越来越偏离事实 所以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就是中国人 会变成这个世界的异类 因为 别人看你就很奇怪 你让你看别人也很奇怪 但是你是少部分 别人是多数 别人是世界的主流 你变成一类 这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要离开中国要润的原因 我不甘心被他洗脑 好吧今天我就这个题目其实 我至少还三分之二的内容没有讲 因为太长了不能讲那么长 讲那么长估计 估计 有很多人会睡着 但是我相信我把问题已经讲清楚了 就是在中共洗脑的工程上 中国和西方的脱钩 让这件事情变成 他变成了一个不是个单向的行为 他变成了一个双向行为 这种双向行为 会让中国人处于一个 非常 非常悲惨的位置 就是异类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共同统治人民的工具 西方的信息脱钩不是变相的帮了中共的统治盲吗 中国的反抗本身是通过其他方式的信息 获取才会产生的思想 思变封闭信息也阻止了中国人民最后的希望 民主国家不是应该利用科技优势 摧毁防火墙吗 西方国家没有脱钩 是中国跟西方脱钩 你看我举的例子都是 中国 用什么网络安全审查各种各样的理由 进行这方面的动作 西方是个开放的社会 西方不存在防火墙的问题 所以 这个不是帮西方在帮中共的忙不存在这件事情 是中共做的这件事情导致了双向的脱钩 双向脱钩是个结果 是个他是个结果他跟意愿意愿只有中共有 情况我 有两个墙内的社交账号这两年 这两个社交账号一个被涌封 两个 一个被涌封两个账号陆续试过被封半年三个月一个月两个星期一个星期 三天被封的多了 人就没有表达了欲望在墙内实话实说就是这种下场 观点今天的主题太赞了 说出了我长久以来的心声 信息脱钩的危害在于让中国人眼里的世界和世界人民的 世界人民眼里的中国完全不同 他又是个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军事体 甚至还有大量的核武器 这样的国家在独裁者的操控下 对世界安全显然是个巨大的威胁 王老师的节目就是在他们非法 设立的信息屏障上打一个大洞 让很多的国人能够看到真相 所以王老师这样的真相传播者 才是让他们真正害怕的人 是他们眼中钉肉中刺 有良知的中国人永远支持你 谢谢 谢谢大家的支持 观点 特别感谢王老师说了我一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话 中共就是一个纯粹争权夺利的党 弃压人民的党 它的存在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和价值 很多网友问 习近平难道不知道他的做法会损害国家吗 拜托 习和他的前任们 从来没有想过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江湖王 不是不知道习要干什么 他们只是默认默许 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维护中共的权力 进而谋取更多的私利 非常好 说得很好 我非常赞同 观点下请问我觉得中国大陆这几年的墙越来越高了 不仅对台湾同胞 而且对欧美日韩 用高高的墙把老百姓圈起来 不让他们看到外部世界 这样下去的话中国人民真的会越来越极端的看待世界吗 大家好像也蛮努力的在翻墙 我们将来如何跟国内的同胞 心平气和的相处 会有极端的看法 极端的看法就这么来的 为什么会有极端的看法 因为你 你得到了一个单向的信息 你只得到这类单向 你不断的强化这种单向的信息 那你就 你就只接受这类信息 你只接受这类信息的结果就是 你的态度会很极端 什么叫极端 极端就是你本来是 一你看到了十那么就极端了 观点中共 70多年来的舆论控制和洗脑教育 已经让多数中国人下意识的维护共产党 认为爱党就是爱国要彻底唤醒国人 首要之急就是打破网络柏林墙 让中国人跟世界互 互联网接轨 彻底的解放 解放思想 错破中共的谎言 其实在我来看 我认为 这个我以前 之前我跟 跟一个朋友聊过 就关于墙的问题 我认为墙是次要的 对不起 为什么 最最重要的是抓要把大外宣抓掉 大外宣产生的效应 比墙要高100倍 为什么 你看你看很多人 很多人翻出来之后 你看 墙外跟墙内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一翻就翻到了大外宣的账号上 理解吗 大外宣是在你的心里建一堵墙 你堵墙建在你的心里 所以要先抓掉的是谁 要先抓掉的就是大外宣 大外宣怎么样抓掉 维艰啊 就是 西方国家要知道怎么样去维艰这些 要找到对付这些大外宣的方法 这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想办法去拆墙 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拆墙 因为你拆完墙之后 你爬出来一看 全是大外宣 有什么用 没有用 首先第一步要把大外宣给抓光 把大外宣干掉之后 再去考虑墙的问题 为什么 其实现在墙已经 对大部分人已经没有障碍 有障碍的是什么 就是不懂得翻墙的人已经不多了 年轻人都会翻墙 大部分都会翻墙 大部分翻不了墙的 大部分是 对电脑手机操作不熟悉的人 这个有吗 也有 但是不是主体主体是什么 影响危害最大的是大外宣 要把大外宣 弹掉 大外宣 天天天天跑 天天带带风向 带着带着你就要跑里去了 那从武汉 从武汉疫情开始 你看我们我们揭露了多少大外宣 我认为大外宣是第一位 观点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诞生是为了降低信息的不对称 然后中国的防火墙的建立反而加重了信息的不对称 传统文化守不住 新的知识进不来 随着有记忆的老一辈去世新一代如何何去何从 老一代也没啥东西 中国的老一代也没啥东西 观点中共从头到尾就是建构主义 建构一个相反而且虚假的历史 中国人活在一个门 楚门的世界 就像柏拉图的洞穴寓言 所以很多中国人即便到了欧美 仍然不相信亲眼所见 意识形态当中 说的很对就是这样 举个例子 我一个住在硅谷的同学之前在一间老板是中国人的科技公司 常常开主管 会开到一半就会扯到习主席的雨露 最爱开头有一次还是习主席说的对 难以置信 一个硅谷科技公司的老板尚且如此 何况其他人 就是洗脑洗了 洗抽了 就洗脑洗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他本来就是 带着带着特殊任务来硅谷的 坐标资博今天一居研究院发表报告 4月三线城市楼市有所降温 其中资博最热 泉州最冷 报告对比资博1月1号到4月16号 和2022年同期 新建筑房成交套数和成交面积 两项数据同比增速分别是75跟77 分析原因是新一轮楼市复苏 资博烧烤带动等4天 但是事实上 2022年一季度资博疫情多发 尤其在3月份 多个县区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静态管理 报告分析有失偏颇 现在你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所有的经济的报告 医者 医者还要小心一点 医者还要小心 你只能相信他医者 医者还要小心一点 所以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现在的楼市 情况日本富士通撤离中国的问题 我来提供一点作为参考 富士通已经不在招新员工 而且不在扩展新业务 日企在全面撤离吧 日企在全面撤离 不是部分撤离 是全面撤离 韩企已经撤离差不多撤离完毕了吧 就不走的就已经不会再走的了 要走的已经走完了 韩企走的最早 韩企比日企走的还要早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 乐天嘛 乐天叫什么 反导系统的问题 从那时候开始 韩企开始撤离 撤离到现在 应该要撤离都已经撤离了 情况关于经济问题 铁路总公司本来今年要新采购 几万辆货车 二月招标 三月开标 现在已经四月底了 看不到任何开工的迹象 任何生产计划都没有 因为铁路货车 装车辆根本达不到 大量的铁路货车在闲置 就是那个货车 铁路货车 买几万辆货车 现在根本就没有 根本用不完 他现在运力根本不够 就运力根本就用不完 他买什么货车 情况家里人有做物业管理 他说中国社区的安全设施 几乎没有检查 这跟发生自然灾害无关 而是跟安全测试有关 措施有关 情况这一波与CHE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作为在大陆的人 仅仅一个翻墙就能拦住很多想尝试新技术的中国人 那种孤立感 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 但是很多人混混噩噩 内心真的很悲凉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镜头 观点我是做心理货币投资 我想说数字人民币普及后 会很可怕 区块链最大的特点是区中心化 链上的每一笔交易都有记录 全链透明 数字人民币把区中心化区块链最重要的东西给拿掉 政府掌控中国人的每一笔 货币交易 彻底的变成了控制老百姓的极权工具 互联网区块链技术发明出来是为了给人类倡造 信息自由和反抗极权政府 结果在中国变成了洗脑和统治工具 非常对 中共的自信是从哪里来 从这里来 中共发现 数字极权工具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力量 这个健康码就是 健康码 健康码这件事情是一个实践 中共利用健康码 来了一次实践就通过健康码来检验 他的数字极权工具的威力 真的威力巨大 那么这种威力巨大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完全无意识 老百姓完全无意识 加上他处心几率 两者一结合 威力巨大 所以你说的非常的对 本来科技是为人类服务 现在科技为了极权服务那就很可怕 而且中共又没有底线 西方国家又不制裁 情绪看到韩国总统说 台湾问题就跟朝鲜问题一样属于全球问题 我想到如果不是中共 金家政权早就倒了 朝鲜人也许有机会走向民主和自由 如果不是中俄无上线 罗洛斯也不一定敢发动战争 中共真的很邪恶 双手沾满许多国家人民的先选 观点为什么中华民主每到关键的时刻总是选择最坏 我的观点 中国每一次历史的选择都是由独裁者做出的 最符合独裁者的利益的选择 一定是对人民最坏的选择 说的非常对 所以我们的观众真的 你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从袁世凯称帝到习近平开历史倒车 他们都是赤裸裸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决定 也都是最坏的历史选择 被独裁者奴役的民族和国家 都只能被迫做出最坏的选择 说的很好 观点 特别同意以太坊创始人 V神的话 他说 说一个国家的人必须支持自己的国家的政府 并不是爱国 而是一种奴隶制 真正的爱国有时候需要对抗自己的国家 发出的邪恶 因为这样才能够帮自己的国家变得更美 政府做错了那就反抗他 不一定是国家就是 政府政府做错了那就反抗他 情绪看了许志勇的纪录片 看了美好中国真的感觉太伤心了 现在社会环境真的是优胜劣汰 让我想起49年后 留在大陆的人才学者的下场 朝鲜战争俘虏选择回大陆的下场 这篇大地就好像被诅咒了一样 看不到一点希望 观点 人家大航海时代 中国不许片板下海 人家工业蒸汽机时代 中国在一盒团白银叫 人家玩互联网 中国玩防火墙 只种地了完美的错过人类 近代时每一次技术革命 每一次都需要被打开国门 还底气说现在中国 现在的中国传统中国文化没有问题 还有脸为人类社会指明发展方向 OK 观点 V神6岁的时候随父亲 从俄罗斯移民到加拿大 他曾经在推特上说 22年前 其中一个拿到西方签证的俄罗斯人就是我 还有我的家人 这给了我父亲一个创业的机会 也让我有机会 在没有僵尸意识形态影响下 成长 但愿我们都能够逃离这个僵尸意识形态 纯真的成长 说得好 情况从我专业体育的角度来评论 对青少年进行组抗训练 我的训练机构展示了一个10岁华裔小朋友 深蹲 55千克就是55公斤 硬拉66公斤 举重20公斤 被国内网友喷 拿出相关的论文解释 被说外国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 全然不在意这个事实是否科学 只相信自己相信 想想这样的状况只能责怪共产党的宣传 和制造的信息减防 观点三年后再次回国感觉正如今天的标题 跟家人和大多数朋友都不能轻松聊天了 好像所有的人都很敏感 提不得一句墙内状况的不堪 也不想了解墙外的情况 妥妥的紧底挖了 情况我的朋友是你的粉丝 我经常把你的节目录给他听 在52岁高龄 他顺利的拿到了美国大学的陆起通知书 昨天顺利的到达了美国德州 开始他自由治国的崭新人生后半生 感谢老师 您是我们人生的子路明灯不敢当 真的不敢当 我只是在我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做我专业上的事情 谢谢大家 鸣谢 魏师妹 魏师妹 感谢王先生的节目收获良多 谢谢 唐伟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我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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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